那我就把这个机会交给艾玛,让艾玛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她的整个的成功的学习和求职历程。 好,谢谢杨老师。杨老师,如果有一个简单的PPT,要不……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那我这边那个,今天我大概分享一下我求职的一个经历吧,然后首先是特别感谢杨老师,因为没有杨老师的帮助,然后杨老师build这个社区,然后我根本是不太可能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然后今天的,然后今天的agenda是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的background,然后还有我那个学习,包括求职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另外呢,第二部分我介绍一下我那个学习和那个面试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三部分呢,我大概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tips,一些感觉,就是一些经验吧。 然后首先我自己的background就是我之前是IT的master,但是呢,我之后因为比较对金融比较感兴趣。 另外一方面呢,我自己也不是太喜欢那个纯编程的那些工作。 所以呢,我就转到这个金融领域了。 然后我这些年是一直是有那个金融的工作经验。 但是呢,我四年前是来到新西兰。 到了新西兰之后呢,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就业环境呀,还有工作机会,跟国内特别不一样。 然后之前对自己的定位呢,就是在这边,我觉得要根据这边市场的这个需求再重新再找自己的定位。 然后我是大概两年前开始呢,我就萌生了一个就是转行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search呀,然后我自己给自己定位,觉得这个数据分析比较适合我自己。 首先呢,数据分析,因为它是跟数据打交道,我觉得这块我还比较喜欢。 另外呢,它是有一些分析的工作,然后有一些沟通交流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块不是特别枯燥,就是每天去对着电脑去编,并且代码啊,比这种纯IT的工作,我觉得更,就是我更喜欢一点。 然后大概两年前呢,我就开始在网上,比如说学一些这个Python的那个课呀,或者学一些SQL的课呀。 然后学完了之后呢,我就更改了我的简历,然后在网上就是尝试求职,投了也不少的简历。 大概,我觉得大概每年可能投20到30封吧。 但是呢,就是拿到面试机会的特别少,可能也就一两个。 然后最终到二面的呢,可能也就一个那个工作,然后之后也没有拿到offer。 所以呢,我也是没有特别持续的去学习,因为总是失败嘛。 然后,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方向。 我是在今年年初,1月14号,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个情况就是4月14号。 是快的。 好像有一些杂音。 好的,那个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重新萌生了一个,那个重新换工作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是还是想回到IT行业。 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搜索一些,就是比如说数据分析,或者商业分析的一些关键字。 然后,我觉得特别幸运,就是我在YouTube上面找到那个杨老师的YouTube Channel了。 然后,我进去之后呢,一下子就被小林的内容给限了。 然后,首先呢,就是我看到好多同学求职成功的那个经历,我觉得备设鼓舞。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杨老师就是在那个Channel里面有一些介绍CRM体系的一些课程呀。 还有那个介绍云计算呀,介绍数据分析呀,等等。 然后,我觉得杨老师那个讲的特别好。 就是把一些觉得跟自己,比如说云呀,然后,就是一些,比如说怎么build这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呀,用CRM系统啊。 我觉得这些都之前觉得特别晦涉这个难懂的一些专业词语。 然后,杨老师呢,把这些词都,把这些东西都用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去讲。 所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 然后,在1月13号那天呢,我就联系到了杨老师。 然后,杨老师呢,也,就是我也有幸跟杨老本人通话。 然后,杨老师也跟我那个建议,就是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 然后,建议我还是就是求职这个,就是学习CRM的方向。 因为,我有一些行业的一些工作经验。 所以,就是比较适合这个方向。 然后,我也觉得特别赞同杨老师的这个建议。 然后,我在第二天1月14号,我就参加了这个咱们这个课程。 然后,之后呢,就是学习的阶段。 然后,在2月20号那天呢,我是有这个企业机项目的展示。 然后,3月22号那个拿到这个offer。 我觉得特别特别幸运。 然后,另外呢,杨老师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帮助我。 然后,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进程吧。 我觉得,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杨老师发的这些视频。 那,首先那个视频1到4是必须要看的。 然后,还有那个6是all-in-one的。 这个能给你一个整个一个general的idea, 就是你怎么去做一些项目。 然后,另外这个sharepoint portal service, 这几个模块也要熟悉。 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开始那个corona项目的这个准备了。 我觉得那个corona项目肯定最开始呢, 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下手。 然后,我也是,就是最开始, 因为首先那个corona项目那些这个case的一些, 这个整个case的这个介绍这些页呢, 我就觉得特别晦涩难懂。 因为平时很少接触这些专业的词语。 所以先把这些,这个corona项目要做什么搞清楚。 然后,如果自己现在是没有头绪的状态呢, 就,我觉得至少要看之前同学分享的, 至少要看三到五个例子。 然后慢慢看着看着呢, 自己就有一个大概需要怎么做的一个方向了。 然后之后呢,就进入企业级项目的这个准备了。 然后企业级项目呢, 我也是最开始没有什么头绪。 然后在没有头绪的时候呢, 我就看了一下, 就是至少要看那个三到五个其他同学的行业的这个例子。 然后尤其呢, 要特别仔细的听杨老师的评论, 杨老师的建议。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我当时呢, 也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目前所在的公司呢, 规模不是特别大。 然后另外, 就是我听其他同学展示的项目呢, 整个IT团队呢, 就有好几十个人。 所以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环境, 就是很能贴合上。 这个我也问了一下杨老师。 然后杨老师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你在哪个公司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提供的是行业的解决方案。 然后这个呢, 也是令我就是毛色顿开。 我觉得就是, 不是在受自己目前所在的这个情况的一个限制。 主要是看这个行业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这个面试的准备这块, 其实我准备的不是太多, 但是我觉得准备这几点呢, 要给他弄熟了。 首先呢, 就是两分钟的一个walk through你的CV, 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把summary给讲出来, 就是给他联系起来。 就是给他那个用两分钟的时间, 就是特别熟练的给说出来。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用五分钟的时间去把你这个简历上, 就是详细的说一下。 就是比如说, 包括到每份工作, 每份工作你做的跟CRM相关的一些内容, 你都要想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interview question这块呢, 因为之前我看的是佳佳那边分享的一个整个 那个question的一个word的那个文档, 我给下载下来了。 然后这个内容其实包括这个你的interview, 包括你自己的介绍, 然后包括interview question的准备。 其实内容不是太多, 但是我觉得首先要做到特别的熟练。 所以呢, 我也是看那个视频上建议就是, 我觉得每天至少要两遍, 就是早上起来就把这个简历给过一遍, 然后把这个interview question给过一遍, 然后晚上呢再给过一遍。 然后这样呢, 本来是觉得那个question挺多的, 但是差不多过了三到五天或者一个礼拜之后, 基本上就慢慢能用自己的话讲述出来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熟练是挺重要的。 然后我的一些tips, 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因为学习过程中呢, 您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给卡住, 要那个就是keep moving。 因为这个往往就是有时候可能在学习过程中, 比较过分关注某一个学习点了。 然后这样呢, 不断的去死抠它呢, 这样一个是特别浪费时间。 另外呢就是可能抠着抠着觉得遇到很多困难就没信心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走下来, 就是keep moving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点呢, 我这个学习的过程呢, 包括这个整个视频, 看这个杨老师发的视频, 然后包括corona项目, 包括企业集项目, 还有这个CV的准备, 我觉得我是用这个scram的这个方式, 就是这些东西呢, 我不是分为step one, step two, 就是每个step完成了, 我再进入下一个step。 就是我是基本上, 比如说第一周我就开始看这个杨老师的视频, 但是呢, 可能老看视频的话也需要晃晃脑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找一下之前那个同学们做的corona项目的视频, 看一两个。 然后如果我再想再看看其他的东西呢, 我可能就找杨老师之前这个简历怎么去准备, 然后看一下新大致的把自己的简历给那个, 给杨老师的要求去改一下。 我觉得是就是这几部分呢, 要齐头并进的去学。 因为如果你只是学了第一部分, 就是比如说只是看了视频, 人还不知道corona项目要做什么。 这样呢, 就是因为每周的session, 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机会,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去问问题呀, 然后去听其他同学的经验。 然后如果你只是在stage one的阶段, 那你可能听其他人的一些, 比如说可能corona项目的分享啊, 或者企业籍项目的分享, 可能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嘛, 可能就是听不下去, 或者能收获的比较少。 所以我就建议这几块内容要齐头并进的去学。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push yourself。 因为那个在学习过程结束之后呢, 我也是面临的要那个投简历。 但是呢, 我老是觉着自己没准备好。 所以呢, 我就有点不敢投, 我怕那个一投的话就是, 就是自己浪费很多机会。 但是呢, 后来我又转念一想, 因为我是看就是之前自己投简历, 之前其他那个数据分析之间尝试的时候, 可能投完了之后, 要那个几周之后才能有消息。 所以我就push了自己一把, 我就把简历改好之后, 跟杨老师确定之后呢, 我就随便找, 我就找了一个职位, 把相关的职位, 我觉得比较match的。 然后我就就是push自己, 把自己的简历给投出去了。 因为我是本来是打算还有一周的时间, 对方反映一下, 然后我再准备一下我自己的简历。 然后但是呢, 因为这个职位确实比较popular, 然后杨老师之前说的, 我之前都没有深刻的体会, 然后这次确实有体会了, 因为那个我刚把简历投出去, 可能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这个手机就来电话了。 然后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跟这个职位相关的。 所以我就没敢接, 因为我整个那个简历go through的过程, 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我就大概花了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 再过了一下, 然后才把这个电话给回复过去。 然后确实是这个猎头来联系我。 然后首先就是简单做了一下这个, 猎头这边的一个就是, 它记录一些我个人的信息。 然后第二周的话, 这是第一周的周五, 然后第二周就开始了这个整个面试的过程, on site面试啊等等。 然后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要相信杨老师。 因为杨老师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然后杨老师帮过这么多同学。 然后杨老师可能跟你通过简单的一聊, 就能帮你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之后杨老师还会不停的, 就是不间断的去帮助你,指导你。 所以我觉得要相信。 然后另外要相信我们这个强大的这个社区。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社区已经这么多年了, 上面有各种不同方面的资料, 包括考试的准备呀, 包括之前前任的一些经验呀, 包括好多在职的一些同学成功的经验呀。 我觉得这个咱们这社区太强大了。 然后另外就是要相信这个微软build起来, 这个CRM体系确实是比较强大, 能把我们也拖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所以呢, 有这些相信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 可能就是让你能坚持下来的, 就是要相信自己。 就是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这个高端的职位。 然后你之前遇到困难, 只是你克服一个, 只是你离成功更近一步了。 所以呢, 我觉得一定要有信心。 OK, 我觉得可能我分享的就是这些。 然后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一起去讨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杨老师。 好, 非常好, 艾玛, 非常棒的分享。 艾玛非常快啊, 你看你刚才是, 我记得你是1月中下旬报名的, 你是1月14号报名。 然后呢, 实际上12月的22号就拿到offer了, 就两个多月, 其实就两个月吧。 你想想这个, 这是多么快的一个进程啊, 这个很了不起。 我就说一个感受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啊。 就是我在跟艾玛交流沟通的时候, 是最顺畅的, 非常顺畅。 然后你看艾玛是来问, 是来问是13号你刚才说的是吧, 14号就急忙忙就报名了。 那时候艾玛其实有很多, 我们同学是跟随我们的这个YouTube channel很久了, 对吧? 但是艾玛才看到我们, 然后我当时跟我打完, 然后跟我交流沟通的时候, 那刚好是1月份吧, 外面还是冰天雪地的, 然后艾玛来谈完之后, 我觉得她就是对我们了解并不多。 然后谈完之后, 我建议她去好好了解一下啊, 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上, 结果第二天就报名了。 然后很快就开始报名了。 然后呢, 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这个就是一点就通, 这个就是肩上没有任何的包袱, 心里没有任何的那种纠结和坎, 一路就顺畅地走下来, 非常的顺, 你看第一个去第一个面试,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随后的两个就是面试, 随后是onsight的, 是吧? 两轮面试, 然后就过了一周, 就拿到offer, 就非常非常快的进程。 我那次给大家讲我的进程, 是吧? 我到那个北电, 是吧? 我还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拿到offer, 其实Emma就花了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拿到offer了, 实际上一个情况。 不过还有一个, 我再这个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昨天, 就是, 你看Emma是在新西兰, 非常厉害啊,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在澳洲, 澳洲是上不了我们这个sension的, 因为它是凌晨的, 她昨天也很有意思, 那个同学是1月31号报名的, 然后呢, 现在已经开始check她的reference了, 那我们就看看她的结果了,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她是CMD的, 她是CMD的很大的一个企业的职位, 所以说我说, 就是我能看到啊, 就是我们都能成功, 我们每个同学都会成功, 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身上少一些包袱, 然后呢, 不要跟自己作对, 其实自己的同学都会成功, 其实此刻啊, 跟自己的窝区啊, 都跟自己在作对, 其实拿offer是很自然的事情, 非常流畅和自然的事情,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 这个分享的非常非常好啊, 都是这个精髓, 大家可以去参考和学习, 那我们线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呢? 杨老师, 我有问题, 想问一下Emma, 请讲, 好, 首先呢, 我特别祝贺Emma, 就这么顺利的拿到那个offer, 然后还是很高端的职位, 然后呢, 也是给我的一个榜样, 然后让我, 因为我进来的时候, 我是二月份进来的, 所以我是跟随着Emma的那个脚步, 就跟着她后面的, 就是能看到她在前面给我做的榜样, 然后心里也按了很多, 就是她, 包括她学习, 她刚才分享的特别好的, 就是她学习遇到的那些不确定性啊, 很多疑问啊, 包括她的学习方法啊, 对我都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我想请问哈, 就是可能在我下面, 就是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你刚才已经回答我了, 然后我想你也是在工作中, 那个就是去找到这个职位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在想我, 我在想像我, 我马上, 比如说杨老师也是跟我, 我们沟通, 他也是说, 我虽然觉得我都不行, 但是杨老师还是, 给我的一个时间内, 那我什么时候去, 去弄简历, 那我在想说, 大概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间吧, 我就, 我就要就是, 把简历发出去, 发出去以后我去接电话, 然后我在想你在工作中, 因为我跟我老板吧, 大概就做了, 就隔了三迷, 那我是怎么去接电话, 然后怎么去请假, 那个什么, 这么具体的问题, 你能不能给一个小的那个tips呢? 我觉得你如果当时不方便接的话, 你就不要接了, 因为他会给你电话留言, 然后你等你方便的时候, 你再回过去, 你最好手头上也拿一下自己简历, 这样更自信一点, 然后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 不一定对你合适, 因为我工作, 我确实是工作, 但是我工作时间可能相对短一些, 我大概两点半就下班了, 所以一般呢, 面试我都会安排到那个两点半以后, 那这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说, 因为我目前也是跟公司请了下三点钟就下班, 所以你还是跟两个来时间的, 对不对? 可以的, 因为对, 因为对方基本上都会让你提供可能两个你OK的时间, 所以我都在提供的, 可能周三呀, 周四呀, 三点以后, 这样, 因为对方也能理解, 因为你在工作嘛, 所以他也会配合你的时间。 好好, 非常好, 就非常完美的回答我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给了前面的那个就是, 你工作的那个公司多长时间呢? 就是说你要quit, 大概几个星期你跟他讲的, 是怎么衔接的这个时间? 我这个可能也是有点非主流吧, 因为我跟之前公司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我呢, 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拿到那个工作offer, 我就辞了, 我是大概一个多月之前, 我就辞掉了, 因为我还是觉得这CRM体系特别好, 然后另外他能实现办公自动化什么的, 因为我现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因为目前的工作呢, 我觉得好像生, 就是这个效率有一些低, 另外我做了可能两三年了, 也稍微有一点疲惫吧, 所以我就早就, 其实一个多月之前就辞了, 但是呢, 因为公司呢, 他觉得好像我也没那么快找工作, 他就因为也就是说我能不能, 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 就继续在那工作, 然后我说, OK可以, 然后等我, 等我这个四周notice时间过去之后, 我的final day来了, 然后公司说, 哎, 我还以为你要还要, 还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呢, 所以我其实已经, 我觉得我整个交接时间, 我现在还没有交接完, 就是我觉得整个交接时间要达到那个五到六周了, 但是, 其实那个legal应该是四周, 哦, 哦, 好好好, 非常好的建议, 我也是会按照你这个建议去跟公司去沟通, 好, 谢谢你, 再次恭喜你, 谢谢, 谢谢了, 我觉得那个Emma是大嘴咧咧的, 这个性格非常好, 非常, 现在是那边的西西兰的, 现在是那边的六点钟, 是吧, 早晨六点钟, 六点四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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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点开始, 是你那边六点钟, 现在是六点四十, 所以说, 谢谢, 谢谢, 是这么早就加入到这个session上面,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杨老师, 嗯, 然后这个, 我觉得你会非常成功,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 我能看出来啊, 越是那种不纠结啊, 越是那种,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性情非常有关系, 就是你能看到, 我就在跟大家来谈的时候, 我能看到一个人求是的历程, 而且我能看到哪些, 哪些地方会是他的坎, 我一天到, 我经常会说, 甩包袱甩包袱啊, 我不知道那包袱甩起来怎么就那么难, 对我们同学有的来说是真的是难, 那个心里的坎自己就过不去, 所以说, 我一般, 我觉得, 我再看一个人, 我就不太会有这种坎, 就是我们都是, 我还是给大家强调啊, 就是, 那个山顶, 我的目的是, 如果是达到山顶, 我坐直升飞机上去, 我一定不会爬上去, 我一定不会坐车上去, 为什么要, 那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山顶嘛, 那对我们这群人来说,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职位嘛, 就是offer,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大家在线上的这个同学们,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大的, 我们要, 就是一种收获吧, 是吧, 就是, 不纠结, 是吧, 不作践自己, 就是一路顺畅的往前走, 是吧, 登顶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嗯,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 是吧, 杨老师, 你好, 艾玛, 非常恭喜, 你好, 谢谢,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面试求职过程中, 有没有问到一些更加technical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 还记得吗, 能否分享? 嗯, 记得, 就是, 其实我面试的所有问题呢, 我都在这个, 咱们的interview question上会, 就是写了, 然后, 嗯, 我觉得比较technical的问题呢, 就是, 嗯, 可能他, 就是, 在我认为最technical, 就是, 他问我这个, 嗯, 就是让我, 比如说, 就是, 那个, workflow和plugin, 就是这个, 他让我举了个例, 就是, 让我分别就是举例子去, 呃, 举一个例子,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technical, 因为, 呃, 杨老师那个, 呃, 就是workflow和plugin, 我是看了一遍, 但是我没有特别, 呃, 去记录, 所以这个在我来看是比较technical的, 然后另外其他的, 我觉得, 其实主要就是沟通交流, 然后对方也没有说, 啊, 使劲去, 嗯, 考我问题似的, 因为有时候, 他说, 他问的问题呢, 我可能, 啊, 理解的不一定, 跟他理解的一致呢, 他就会, 嗯, 就是反问我一下, 哎, 是不是这样啊, 或怎么, 就是, 我觉得, 嗯, 这个整个面试过程呢, 我觉得也, 不用特别特别特别完美,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环境是挺重要的, 然后, 特别technical的问题, 其实我没有, 没有遇到, 哦,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哎, 谢谢, 然后另外我有一个case study, 然后对方, 因为二面去, 对方会给了我一个case study, 然后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那个, 啊, 就是, 咱们那帖子里面, 我把那个case也, 也上传上去了,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把这当成一件大事情, 而且, 你在什么阶段, 在会议室上, 谈到什么情况, 我非常有兴趣, 想提前的知道, 对吧, 我是非常兴趣的, 其实他会在这个中间来周外, 然后说, 你问那个关键的问题了没有, 主要他还是想看一看, 你们的面试是不是状态很好啊, 是不是大家都在脸上都有着笑容啊, 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有种感觉, 就是, 那你这个背后呢, 看他, 你的第四跟他的面试, 是让他非常满意的, 他是非常喜欢你的, 知道吧, 所以说, 这就谈到了一个和谐啊, 一个和谐的面试沟通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他如果想要你, 他就是证明你是行, 是吧, 他做的一切方式都证明你行, 他要是不想要你, 他就证明你不行, 那要证明你不行, 你想证明自己行, 那就难死了, 是吧, 几乎就不可能成功了, 对, 杨老师, 然后之后那case study, 然后, 因为我第一个设计的, 其实, 他那个entity, 我觉得我少设计了一个entity, 因为他不有一对多的关系吗, 然后当时还纠结呢, 我说, 得这下完了, 这个关键问题没答好, 然后还行, 对方没有特别的去纠结这个事, 你想你是就那么, 马上接触到这个case, 你马上要给解决方案, 要进行需求分析, 能做到那个层面是相当专业了, 相当专业了, 但是我也会把这个case, 上次我们在这个三十两, 不是大家来谈那个case吗, 我会把那部case采写下来, 放到我们的社区里头, 大家可以去参考, 好, 我就再次感谢那个Ima的精彩的分享, 谢谢杨老师, 做得非常的成功, 非常非常成功, 还有, 这是我们的社区啊, 是大家的社区, 是我们每个人的社区, 是吧, 为我们的社区呢, 我们都要做贡献, 为里面添专家吧, 嗯, 好的, 谢谢杨老师, 谢谢大家, 好, 谢谢Ima,